2002年3月下旬的一天,家住山东昭元贾家庄子的一名老农突然发狂,他手持斧头冲进女儿的房间里,将女儿和女婿全部活活砍死。 四个月后,老农在法警的压解下昂首阔步走进山东烟台法院的被告席,面对法官的严厉质问,老农歪头斜眼,将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 但是,你问也是白问,我没啥好说的。如果你硬是要问,那我也只能说,我女儿女婿完全是咎由自取,他们活该。现在我只求诉死,废话少说,你就赶紧怕我死刑,赶紧。 那么,这名山东老农究竟是什么人呢?都说虎毒不食子,为何他却要拿斧头砍死自己的女儿和女婿呢?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情仇呢? 在接受法院审判的时候,老农又为何说,女儿女婿是咎由自取,活该被杀呢?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这其中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老农名叫赵玉令,他是山东生贾家庄子赵家歌红苗正的长房长孙,从小就被长辈教育,以后他要承担为家族更续绵延,开枝散叶的使命。 所以自幼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长大,赵玉令难免染上了一些重男轻女的封建旧思想。 但遗憾的是,天不随人愿。赵玉令和妻子结婚后,生下的第一个孩子竟然是个女儿。 虽然女儿很可爱,但赵玉令却着急上火的不行,连看一眼女儿都感觉欠缝。 平时下地干活的时候,脑袋就搭了在胸前,没精把采的,觉得自己生女儿丢人了,也害怕同村的村民笑话他给赵家绝了后。 所以,在这样的精神压力下,赵玉令在家里看老婆和女儿非常不顺眼,每天不是打就是骂。 尤其是对老婆,言语之恶毒简直是不堪入耳。 我娶你回家,连个蛋都吓不出来,真是个废物。 你对我生的赔钱或打麻,能顶什么用? 老子要的是个代伴的,你真要让我赵家绝了后,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娘俩。 赵玉令的老婆是个没有读过书的普通农妇,面对丈夫的谩骂侮辱,她也不敢有任何的怨言。 每次挨了打骂,她就更加低三下四地进行讨好。 结果短短几年之后,赵玉令的老婆就又怀孕了,这一胎狠争气,生了个男孩。 这可把赵玉令给乐坏了,她逢人就炫耀。 嘿,看看,看看,这就是我儿子,我老赵家可终于有后了哈。 不同于女儿出生后的厌恶,赵玉令为了庆祝儿子的降生,甚至还专门借钱置办了一场流水席,大宴宾客。 席间,赵玉令笑容满面,来者不惧,酒到悲丹,非常罕见地喝醉了。 但极点如此,她依然忘不了跌跌撞撞地返回房间,抱起儿子,举高高。 这让女儿感觉非常的羡慕,恨不能取而代之。 从小到大,她都不受父亲的待见,父亲也从来没有对她有过如此轻易的举动。 所以她在家里表现得非常乖巧听话,想要努力得到父亲的宠爱,但每一次都会失望而归。 可为什么弟弟一出生就能得到我梦寐以求的东西呢? 年幼的女儿苦思冥想,却根本想不通这究竟是为什么。 或许是乐极生悲,赵玉玲捧在手里当成宝贝的儿子,在上学时突然生了一场疾病,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所以慢慢地就被脱成了脑炎。 虽然后来治好了,但却永远留下了癫痫的后遗症。 每次发作起来,浑身抽搐不止,头吐白沫,严重时甚至会陷入昏迷。 学校害怕担责,就强制将她劝退回家。 可让赵玉玲感觉更加难以接受的是,以往从不被自己看在眼里,爹不疼娘不爱的女儿,在学校的成绩却非常地突出。 各种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的奖项简直是拿到手软,是所有老师们心中的骄子,也是同学们争相效仿的榜样。 赵玉玲觉得女儿根本不配得到这样的荣誉,所以她时常在家中幻想,如果女儿得到的这一切都给了儿子该多好,那老赵家可真就光宗耀祖了。 但是很明显,这是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实现。 癫痫是一种很难医治的脑部疾病。 沉重的医疗费用已经让赵玉玲顾此失笔,捉襟见肘,她欠了一屁股的外战,根本还不起。 本来,赵玉玲想着,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那就干脆给女儿办理退学手续,让她早早去外边打工,给弟弟筹集一些医疗费用。 但她的这个提议却遭到了女儿的拼死反抗。 女儿每天在家中哭天抹泪,吵得赵玉玲心烦不已,最终只能同意让她继续上学读书。 她可不是因为女儿的哭泣而心软,而是依然在为自己的儿子考虑。 赵玉玲的年龄一天比一天大了,百年之后自己入土为安,儿子要怎么办呢? 身边总得有个亲人照顾着,女儿就很合适。 正好她学习好,那就干脆供她读书,将来学业有成,出息了,赚了大钱,也能更好地照顾儿子。 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赵玉玲都忍不住为自己的机智点赞。 所以想通这一点之后,她在拼尽全力的儿子看病之余,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打工赚钱,供女儿读书。 但如果儿子的病情和女儿的学业有了冲突的话,那还是要先紧着儿子来。 不过,赵玉玲的女儿在学习上天分很高,而且本人的心切儿也很高。 在她看来,父亲赵玉玲越看不起她,她就越要好好地学,然后活出个人样来,让她好好地看看。 1990年,赵玉玲的女儿在18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天津南开大学,本硕连读,成为了化学系的高材生。 在读大学期间,她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全靠着奖学金、贫困补助和勤工俭学来维持生计,甚至有的时候还能省一部分钱给家里寄回去。 研究生毕业后,赵玉玲的女儿被导师推荐到美国深造,攻读博士学位,后来更是非常幸运地被世界500强之一的强生公司择优录取。 1997年,一直在美国工作的女儿突然返回国内,在天津市与自己的大学同学结婚。 因为并没有回家见父母,所以赵玉玲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最后还是道听途说才得知自己有了个女婿。 因为之前没有会过亲家,所以这个女婿到底是什么人体,家庭情况怎么样,赵玉玲全都不知情。 只知道男方家里很有钱,好像家里还有个当官的长辈,这已经足够了。 她女儿嫁得越好,那以后用起来才更加顺手。 只要能给儿子找个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赵玉玲死也明目了。 但是,赵玉玲的女儿因为小时候的悲惨遭遇,所以对家庭的归属感并不强。 父亲赵玉玲从来不会心疼她,也不会考虑她的难处。 尤其是女儿女婿定居美国以后,赵玉玲要钱的频率越来越高,数目也是越来越大。 一开始还只是给儿子看病,发展到后来家里起了新房子,添置新家店也都会向女儿要钱。 女儿但有不从,赵玉玲的严厉斥责,马上就接踵而至。 啊,有钱去美国生活,没钱给家里。 我养条狗时间长了还知道冲我摇摇尾巴呢,你连狗都不如。 我真是养了的白眼狼,这钱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每一次给家里寄钱的时候,女儿都在心中默默地告诫自己,这是最后一次。 但下一次只要在电话里听到父亲赵玉玲严厉的声音,她就怕了,最后只能任命妥协。 将自己辛辛苦苦赚到的钱,源源不断地投入到那个宛若无底洞一般的家里。 这就导致了女儿女婿只能为了钱,提鱼奔命。 不久之后,女儿怀孕了,但她却连产检的时间都没有。 好不容易挨到十月怀胎临产,可孩子刚一出生,她就立即送到婆婆家代为抚养。 然后自己和丈夫则是马不停蹄地返回美国工作。 因为生产后没能得到良好的护理和保养,以至于女儿还落下了病根。 2002年3月18日,赵玉玲接到女儿的电话,得知她今天要回老家探亲,所以赵玉玲一大早就在村口翘首以盼。 难道赵玉玲转性了,也知道思念女儿了吗? 其实不然。 赵玉玲之所以派着女儿回家,其实是因为自己的儿子一天天长大,已经成年,马上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可是赵玉玲家境甜寒,假计她儿子因为得了癫痫病,没有工作,而且每天还得不停地喝药,简直就是个药罐子。 所以根本没有好人家的姑娘愿意嫁过来吃苦受累。 这可把赵玉玲急坏了,她大把大把地掉头发。 嗨,儿子不结婚者没法生儿子,他生不了儿子的话,那我老赵家岂不是要绝后了吗? 这我九泉之下,还有什么面目去见列祖列宗啊?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这天,媒婆突然登门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隔壁村子的一个姑娘愿意和你儿子结婚,但人家是有条件的,必须在县城里买一套楼房,当他们小两口以后的婚房,否则这事免谈。 听到这个条件,赵玉玲有点打退堂鼓了,他为了给儿子看病,早就已经负债累累。 别说在县城买房,就是一个门板,他都不一定买得起。 可这是儿子结婚生子的最后希望,赵玉玲实在不甘心,所以他就又将主意打到了女儿的身上。 正好趁这次女儿回家,跟他好好聊聊这件事,最好是能定下来,那自己也就彻底放心了。 可是赵玉玲从早一直等到晚,却始终没有见到女儿和女婿回来。 后来他才知道,他们竟然先去了县城的婆家,这让他感觉有些不高兴了。 奈何行事比人强,加之赵玉玲心中有求于女儿,所以也不好发作,只能好生好气地给女儿打去电话。 嗨嗨,哎,闺女啊,过两天回来,记得把大外孙子抱回来,让爸爸看看。 爸爸年龄大了,也喜欢小孩子,现在也是看一眼就少一眼了。 可女儿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在五天后回家时,并没有带孩子,而是留在了婆婆家里。 赵玉玲本来就对女儿肩回婆家的做法感到不满,现在看她的样子摆明了就是防着自己,不让肩外孙。 这可把赵玉玲气了得好歹,但现在最当紧的是解决儿子买房的问题。 所以赵玉玲就强压下火器,与女儿女婿和谐相处了一段时间。 三天后,也就是3月26号,这天早晨起来,女儿女婿在吃饭的时候,突然从包里掏出了一万元人民币,递给了父亲。 爸,这件您拿着,给我弟弟看看病,剩下的就作为您和妈妈的日常花销,今天完了以后,我们就要回美国了。 接过前后的赵玉玲,脸色木然一僵。 怎么,去婆家的时候住了五天,回娘家就只住三天,这是看不起我吗? 但腿长在女儿的身上,她也不可能绑着不让她离开。 但是他们在去美国之前,必须将儿子的买房问题给解决了。 因此,在当天中午吃饭的时候,赵玉玲在饭桌上就厚着脸皮说道, 哎,丫头,你也知道弟弟身体的情况,这癫痫病一发作,根本控制不住。 而且样姐挺吓人的,所以她也没上几天学,工作也不好找。 我和你妈妈为了给她看病,已经掏空了家底,欠了一屁股的债。 哎,所以根本没有姑娘愿意嫁配她。 不过现在好了,隔壁村有个姑娘愿意嫁过来。 但,但前提是得才县城买房。 你是姐姐,又结婚了,还在美国工作。 哎,这些年应该也赚了不少的钱,所以你弟弟买房子的钱,你就掏了吧。 爸,这买房子可不是买衣服,是一辈子的大事。 我现在虽然在美国工作,但事业仅仅是刚起步,我不仅有孩子要养,而且美国的物价很贵的,我们也要生活呀。 您一张口就问我要房子,这我哪能买得起呢? 女儿一脸茫然,苦笑地说道。 这么说来,一时不打算管你这个弟弟了。 赵玉令的笑容将在脸上,语气非常的不善。 我辛辛苦苦二十多年,抚养你们姐弟长大,我图什么? 我还不是图你们以后能够生活得快快乐乐的。 你弟弟也是从你妈妈肚子里爬出来的,到时候我和你妈妈不在了,她在这个世界上依靠的只能是你呀。 可我现在和你妈还活着,你却连买房子的钱都舍不得出,简直是岂有此理。 爸,不是我不帮,是真的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呀。 女儿见父亲有发怒的迹象,就低声下气地讨好说。 爸,能不能缓伤几年? 我现在真拿不住这么多钱呀。 你少废话。 这房子你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你如果不给一滴你买房,那你就是个胃不熟的白眼狼。 赵玉令神色争鸣,恶纷纷地说道。 也是这个家里的长辈,但并不是这个家中的皇帝,巧取豪夺是不行的。 女婿铁青个脸,目怼了赵玉令一句,她从始至终都看不上这个岳父。 这也并不是因为两家经济条件的差距,而是她始终不能理解,都是一个妈生的,一个爹养的。 为何自己的妻子与妻子的弟弟在家中的待遇却是天差地别呢? 现在都是新世纪了,怎么还会有重男轻女这种封建思想呢? 赵玉令为了自己的儿子,几乎是将女儿往绝路上逼呀。 她不心疼女儿,可女婿是心疼妻子的。 你这副模样让人看了真是恶心。 你的生命中只有钱,你儿子是亲生的,难道女儿就是后马养的吗? 你一天天就值得要钱,但给不给是我们说了算,你没资格硬抢。 女婿越说,心中的火气越大。 同样是父母,差距为什么这么大? 我爸我妈为了资助我们两口子到美国读书工作,几乎是散尽家财。 有了孩子以后,更是主动要求代为抚养照顾。 而且期间从来没向我们要过一分钱,这才是真正的父母。 你算什么? 而你不仅不帮我们,反而想方设法地跟我们要钱。 现在还让我们给你儿子买房? 你说的是轻巧,你当我们是什么? 是银行的取管机吗? 想要多少有多少? 我还告诉你了,我给你留一万元已经是人至一尽了。 而给我的父母六万块钱,是我们心甘情愿的,因为他们值得,而你,不值。 女婿的抱怨,赵玉令根本听不进去。 但她却将给婆家六万元,给自己一万元,听了个清楚明白。 前后六倍的差距,凭什么? 赵玉令愤怒地拍案而起,直接掀了桌子,大声怒骂道。 妈的,老子生了你,你却向着外人,连给家里花点钱都舍不得,真是白养了你。 说完,赵玉令背着手,怒气冲冲地返回了房间。 赵玉令越想心里越气,可被女婿在饭桌子上落了面子,她也不好继续要钱,就打发老伴儿去找女儿。 结果几分钟后,老伴儿垂头丧气地回来。 阿赵啊,算了吧,女儿女婿出门在外也不容易,他们实在是拿不出钱了。 可赵玉令却根本不相信,在她看来,只有土豪地主才能到美国工作生活,怎么可能没钱呢? 女儿不想给,一定是女婿在背后挑夫,必须要给她一个教训。 所以这天中午一点左右,趁着女儿女婿睡午觉的时间,赵玉令到柴房拎了一把斧头,悄悄进入他们的房间。 看着女儿的脸,赵玉令想到了刚才在饭桌上受到的屈辱,心中没来由地窜起一丝怒火,眼中杀机盎然。 她举起斧头,对准女婿的头部狠狠砸了下去,直接一击毙命。 听到身边的动静,女儿情不自禁地摆了个冷战,睁开眼却发现,自己丈夫的头被砸扁了,鲜血似箭。 而自己的父亲拎着斧头站在床边,目露凶光,正黑飞冷笑地盯着自己。 爸,你,你这是? 女儿满脸惊恐,话还没说完,赵玉令就扔圆了斧头,对着她狠狠地劈了过来。 我让你们不给钱,我让你们清高,哼,死,都给我死,你们都活该去死。 爸,你把斧头放下,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在隔壁房间午休的儿子听到姐姐房间里传来的巨大响动, 还以为是父亲因为饭桌子上的事情跟姐夫打了起来,就赶紧跑过去打算劝嫁。 不料刚一开门,就被里边发生的一幕彻底吓傻了,只见父亲拎着血淋淋的斧头,正对着姐姐和姐夫进行劈砍,一边砍还一边怪笑着。 儿子狠狠地甩了自己两巴掌,回过神后哭喊着将父亲推出门外。 爸,你想干什么?你杀人了你知不知道? 儿子掏出手机,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类可是我姐姐,类是你亲生女儿啊。 我求求你了,你担心自首吧。 赵玉令睁睁地看着儿子,好半赏才反应过来,然后笑着接过手机。 喂,嗨嗨,请问是公安局吗? 我现在要自首,你们过来抓我吧。 我的女儿和女婿刚被我杀了。 哦,对了,我住在贾家庄子。 四个月后,2002年7月4号,山东省烟台市法院正式开庭审理了赵玉令杀害女儿女婿案。 当赵玉令被法警押进法庭,坐在被告席上时,他一言不发,歪头斜眼地看着法官,无所谓地说道, 你们啥也不用问,我也没啥好说的,问就是他们活该去死。 我那个女儿少当女婿的挑唆,成为了一个白眼狼,哼,我可真后悔生了他。 面对审判,赵玉令虽然对自己的身份和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但却没有一点的认错悔改之意。 即便他在案发后有主动自首的情节,但依然被判处立即执行枪决。 就在听到自己的死刑判决之后,赵玉令流下了眼泪。 不过这眼泪中,或许有对死亡的恐惧,或许有对儿子的不舍,但却没有对杀害女儿女婿的忏悔。 只是可怜了那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从小就没了父母,以后该如何生活呢? 长大知道真相后,又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外婆和舅舅呢? 第二个案件,冒牌杀手转包案。 2017年9月底,一名身穿着黑色短校的杀手在收到雇主的提供信息后,来到了行动目标所在的小区里踩点。 他手持着一把刀,小心翼翼地勘察着周边的环境。 与此同时,一场血的罪恶仗在他的心中悄悄地酝酿着。 行动当晚,杀手悄悄地埋伏的墙边,借着夜色的掩护等待目标的出现。 很快,一个高大壮实的男子便出现在了杀手的眼前。 杀手看到他后,眼前一亮,飞机握住刀柄,从背后投袭,一刀割喉。 等男子倒地以后,杀手取出手机拍下了照片发送给了他的上线联系人龙哥。 之后,杀手抹去了现场的作案坟计,不动声色地离开了小区。 这名杀手是谁?是受到了谁的指使与雇佣呢? 警方最终抓到他了吗? 这场凶杀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受害男子被割喉倒地以后,痛苦至极。 所幸的是,这名杀手似乎并不专业。 杀手虽然用刀划了他的脖子,但并没有一刀致命, 只是流的血比较多,看起来比较吓人而已。 见杀手走后,他忍住身体的疼痛按下了报警电话, 用断断续续的话将自己所在的方位告知了警方。 深更半夜,小区里竟然出现了杀人事件。 得到这个消息的警方丝毫不敢懈怠, 立刻抽出精锐警力,狂飙着车开到了被害男子所在的小区。 与此同时,救护车也在同一时间赶到了。 肥记,被害男子被抬到了担架上, 拉到了医院的急救室进行紧急救治。 而前来的警方则拉起了警惕线, 开始在作案现场的附近进行取证调查。 被害男子所住的小区是一个新小区, 里边住着一百多户人,人并不多。 想要查清楚被害男子的身份, 只需要走访调查便可以得知。 通过走访调查,警方得知, 被害人为陈某是金湖本地人。 十年前,他前往上海工作, 平时很少回金湖, 只有在节假日的时候才会回来跟家人团聚。 而陈某正是在国庆期间被害的。 很显然,这是有预谋的一次刺杀行动。 警方根据多年的经验判断, 这些案件很有可能和情杀和仇杀有关, 是熟悉陈某的人做的案。 不过,现在的陈某还在急救室里进行抢救, 根本不可能开口说话告诉警方他有什么情人或者仇人。 等于说,这一切都需要警方自己调查与判断了。 根据陈某的关系网,当地警方展开了排查。 很快,警方便在陈某的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了一条新的线索。 陈某的朋友告诉了警方一个可能与本案相关的案情。 原来,这年的9月27日,陈某曾发过一个朋友圈, 大概内容是他在上海被人用电棍往脖子上垫了一下, 那个人垫完他就跑了,直到现在都没有抓住。 那么这个案件是否跟这起杀人案存在关联呢? 带着这样的疑惑,警方继续展开了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警方在小区内发现了两个监控探头。 这两个摄像头将案发的全过程给记录了下来。 通过监控录像,警方调查出了解明杀手的身份。 此人名叫何周,网名为纽约城的猫,22岁,初中文化。 意外的是,何周是外省人,跟被害人陈某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 既不是他的亲戚,更不是他的朋友。 警方推测,这个何周的背后肯定还有其他人,是其他人指使他这样做的。 为了抓到何周,警方立刻采取了网上吹逃。 10月7日晚上8点,警方在徐州高铁站附近的一个酒店里将何周抓获。 被缉纳归案的何周,很是老实地交代着。 追劝,都是龙哥让我做的,是龙哥过来的,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只是他过来的一名杀手而已。 这名杀手口中的龙哥,究竟是谁呢? 何周交代了他的上线为一个网名叫龙哥的人,但警方调查了几天后,依旧没有能够取得有效进展,将龙哥的身份给查出来。 就在案件陷入到停滞阶段时,一个关键的人物出现了,这个人便是雇凶杀人的雇主。 警方也没有想到,10月10日他竟然来公安局投案自首了。 雇主是沈某,网名叫淡淡的我自己,38岁,本科文化。 15年前他随丈夫去上海,死后便在上海定居了下来,只有在节假日的时候才会回到金湖这边与家人团聚。 同时,沈某和被海人陈某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陈某曾经是沈某的地下情人,两人的关系维持了十年之久。 沈某告诉警方,自从他跟着老公去了上海之后就做了全职妈妈。 家里虽然有钱,但他的内心却是无比的空虚,希望有个人能理解自己,跟自己多说说话,聊聊天。 十年前,他回老家金湖的时候,在一个饭局上认识了年轻有趣的沈某。 就在这场饭局上,两人互相留了联系方式,或许是彼此间都留有好的印象。 两个人虽然是网络好友,但两人的联系却从未中断。 沈某回到上海后,依旧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 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在孩子上学期间老公出去工作,而他也闲了下来。 这空闲的时间里,他最常联系的便是沈某了。 他沉迷于沈某的幽默风趣,为他的个人魅力所深深的折服。 随着聊天的变多,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了起来,似乎就差捅破那层窗户纸了。 某一日,沈某忽然发消息告诉沈某,他要去上海工作了。 沈某得知以后非常地高兴,这就意味着他能够经常见到沈某了,再也不用对着冰冷的手机屏幕堵物撕人了。 就这样,沈某来到上海工作并且与他频繁地见面。 在这里要提及一点,沈某比沈某大了十岁,不过年龄并没有成为阻挡两人坠入爱河的阻碍。 两人在现实中相处了一段后,越来越觉得彼此间合适,于是便发展成为了情人的关系。 对于两人的这段关系,沈某是这样看待的。 在伤好以后,他去公安局做了一份笔录,他说, 那个时候我不太懂事,还小,就是觉得,看这个事吧,有点干涉别人的家庭,总亏是不太好的。 我也从来没有想他允奴过,我一定会娶他,或者说,一定门跟他在一起。 我是从来没有松过这个口的。 等于是说,沈某非常清楚自己在这段关系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他只当自己是沈某的地下情人,根本不奢求结婚。 更何况,年轻时期他也曾向沈某提过结婚, 但沈某却不肯放弃他的丈夫与家庭,根本不愿和沈某组建新的家庭。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沈某把沈某与他的关系给看透了, 他也明白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他在一起了,便提出了分手。 而沈某无法接受他脱离自己的掌控,于是便起了教训他一下的想法。 他开始在网上搜寻办法,并且无意间看到了一个职业杀手的帖子, 并通过这个帖子加上了一个人的联系QQ, 这个人便是杀手河州口中的龙哥。 这个网名叫龙哥的人向沈某自称自己是特种兵退役, 专门接残丹和王丹,是一名职业的杀手。 说完这些,龙哥又向沈某解释了什么是残丹和王丹。 所谓残丹就是将人打伤或制残,而王丹就是把人杀死的丹子。 而且,根据作案城市的不同,价格也会有所调整。 总而言之,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和农村的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 最后,赵某以五万元的价格买了一个残丹, 打算让龙哥去沉某一条胳膊来得沉某一点教训。 至于龙哥,在接到这个丹子后,又立马把丹子挂到了网上,来等着别人接丹。 对于龙哥来说,他并不想自己动手,只是想这样指使别人去做。 因为这样的话,他自己才是最安全的。 做这样,这个残丹被一个叫纽约城的猫的湖南籍网友接丹了。 这,也就是河州。 河州向龙哥声称,自己是一名职业杀手,做过18单的杀人单,有图片为证。 龙哥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厉害的一名杀手,接了他的单。 两人在经过协商后,龙哥给河州打了一万五千元的定金, 并让他根据自己提供的信息去找陈某,务必要完成这项任务。 根据这个案发经过,我们可以得知,雇主沈某让龙哥他们做的是残丹,并不是所谓的王丹, 而且还特意规定了只费陈某一条胳膊即可。 但实际上,陈某受伤的可不是胳膊,而是被割破了脖子,流了许多的血,险些丧面。 那么,事情为什么会从残丹演变成了王丹呢? 这一切究竟是谁的错呢? 10月16日,龙哥在广州落网。 随着他的落网,一切谜底都有了新的答案。 龙哥,名叫吴安柱,26岁,初中文化。 他虽然在网上自称是特种兵退役,但实际上却并不是这样。 他根本没有参过军,这只是他编造的一个假身份罢了。 他没有什么正经的职业,更不是什么职业杀手,只是一个无业游民罢了。 因为缺钱又想要快速支付,吴安柱便在网上随便发了一个杀手的帖子。 他本来以为帖子会石沉大海,却没想到还真有人上钩来联系他。 于是,和雇主沉某商量好后,他便经这个单子发到了网络上,雇佣了杀手何州并打了定金给何州。 9月27日,吴安柱收到了雇主提供的被害人陈某的信息。 根据这个信息,吴安柱购买了电棍给何州,并且让何州根据信息上的地址前往陈某在上海的住处。 很快,何州便来到了陈某的住处,并且在这里蹲到了他。 在看到陈某的那一刻,何州心意狠便冲了过去,直接拿着电棍垫了他一下。 或许是出于害怕,在电了陈某后,何州并没有继续行动,反而撒腿跑了。 于是,这次行动便以失败告终了。 之后,何州又跟踪他到了淮安金湖。 金湖的天气比上寒冷,他只穿了一件短袖,整日都要蹲在陈某居住的小区腹肌寻找机会下手。 可等了几天都没等到下手的机会。 于是,何州就向吴安柱抱怨,说做残丹把握不大,还是王丹比较好,做残丹容易留下痕迹,被警察抓。 吴安柱告诉他,这点钱不太至于冒这么大的风险。 如果实在不行,就让他在目标的脖子上划一刀,弄出点血来,然后拍张照片告诉雇主,目标人物被做成王丹就行了。 于是,在吴安柱的指使下,何州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拿刀扎到了陈某的脖子上,并拍了照片给吴安柱,由吴安柱发给雇主。 以上便是案发的全部经过。 法庭认为,被告人沈某雇雇指使他人意图对目标实施伤害,但所受雇雇的人和指使的人均超出了沈某指使的范围。 这种行为又导致了目标人物死亡的危险以及高度的可能性。 何亦廷认为,沈某的罪行定义为故意伤害罪。 吴安柱和何州共同购买作案工具,共同踩点并商议对被害人脖子部位进行捅刺。 脖子作为人体最要害的部位之一,被捅刺就有导致人死亡的可能。 对吴安柱行凶者何州定性为故意杀人罪。 但事情调查到了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 据吴安柱供述,何州只是他找的第二个杀手。 他刚开始找的杀手网名叫逆图,也是一个自称经验老道做过多单的专业杀手。 这名叫逆图的杀手,在上海那边蹲守行动了三次都没能成功。 和吴安柱最后一次联系的时候,他似乎十分不好意思地红了脸, 并磕磕巴巴地说什么,等他回去找个工作打了工,挣了钱, 就把这些天吴安柱包他吃住的钱给还了。 听到他这样说,吴安柱也明白了什么, 恐怕这个逆图根本不是什么杀手。 逆图和他一样只是在网上想找快速赚钱的办法, 这才接了他的单。 根据吴安柱的交代, 警方很快锁定了网名为逆图的男子的身份。 这名男子名叫徐子轩,23岁,初中文化。 让警方感到诧异的是, 他从上海回河北的途中还到山东去接了个王丹。 不过由于目标人物刚好去了外地, 再加上他害怕的原因, 所以这次行动便没有成功。 而徐子轩也在任务失败后回了河北。 法网灰灰,疏而不漏。 10月28日,徐子轩在河北省沙河县落网。 11月6日,徐子轩的山东王丹雇主赵某也相继落网。 至此,五名罪犯全部缉拿归案。 2018年10月18日, 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做出了最终审判。 沈某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赵某犯故意毁坏财务罪和故意杀人罪, 判处有期徒刑2年零2个月。 吴安柱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有期徒刑9年, 剥夺政治权利2年。 河州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剥夺政治权利3年。 徐子轩犯故意伤害罪, 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 犯故意杀人罪, 予以撵除刑事处罚。 从本案中我们不难看出, 自称是杀手的吴安柱、 何周和徐子轩都不是什么真正的杀手, 只是想赚快钱才接了雇凶者的单子。 他们三个人为自己的贪财付出了代价, 得到了法律的制裁, 获得了锒铛入狱的下场, 只能用罪有应得来形容。 同时, 那两名雇佣的人也给我们提了个醒。 有句话说得好, 冲动是魔鬼。 我们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 做出令自己后悔一生的举动, 把自己的后半生都搭到了监狱中, 实在是得补偿尸啊。 2012年8月26日上午9点, 在经过金藏高耸某一路段时, 警方突然发现前方出现了异常的现象, 滚滚黑烟自下而上, 从桥下不断地冒出来, 遮挡着司机的视野, 而且伴随着黑烟挑来, 空气中传来刺鼻的气味, 就像是什么动物的尸体被烧焦的味道, 还有汽油被点燃的刺鼻味。 最后经过寻找, 警方确定黑烟来自 金藏高速793公里处,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奇境内, 谁会一大清早拎着汽油 在高速旁边焚烧动物呢? 察觉到不对劲后, 警方立刻组织人员下高速, 看看烧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如果真的是在焚烧动物尸体, 就得赶紧处理了, 别让这黑烟影响司机开车。 如果不是, 那事件就更严重了。 果不其然, 当警察到达桥洞下后, 发现了一具被烧得只剩下双脚的尸体。 后来经过勘察发现, 尸体是被人淋上汽油点燃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凶手太紧张, 汽油并没有完全撒在死者身上。 以至于躯干部分被烧得差不多的时候, 尸体的头部、右手和双脚 并没有彻底被烧成碳化状态, 反而残留了一些人体组织。 后来凭借着这些残存的人体组织, 警方鉴定出了死者的大代特征。 男性18到25岁之间身高1米7左右。 18到25岁, 也就是说死者正值年轻, 是一个前途正好的年纪。 这个年纪的男生即便是不在校园里读书, 也应该在社会上找了一份工作谋生, 是一个社会阅历一般的普通人。 可就是这样一名年轻人, 如今为什么会被人抛尸在此, 并且还被凶手用如此残忍的手段焚尸灭迹呢? 就在法医检验的时候, 警局的内部开始纷纷就这起焚尸案进行了猜测。 因为事发是在高速, 所以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这是一起交通肇事案件, 是凶手撞伤甚至是撞死了死者。 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 便想到了这个焚尸灭迹的方法。 而这个猜测之所以能够得到认可, 大概率是因为死者的年龄太小, 根本没有成熟的人物关系网, 蓄意谋杀的可能性非常的低。 而事发地点在高速, 地处偏僻, 凶手的目的也很明显, 也很符合肇事杀人的动机。 不过, 这些都是警方的猜测, 最终的调查方向还是要根据法医的鉴定结果来判断, 这起高速下的焚尸案究竟是属于什么案件。 在警方的期盼中, 法医的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不过让他们感到惊讶的是, 这个案子比交通肇事案更加可怕, 死者在被焚烧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不过死亡时间并不长, 应该在25日晚上八九点左右, 但这还不是让警方最惊讶的, 更让警方惊讶的是死者的原因。 原来, 法医在对死者进行检验时, 发现死者的头部至少有七处以上的窗口, 而且这些伤口还是由同一种钝气击打造成, 导致死者整个颅骨粉碎型骨折, 并且整体严重变形。 能导致这种伤口的, 一般都是腹锤之类的工具, 这和车辆撞击完全不一样。 而且受洗后不久, 死者便因颅脑重度损伤而死, 再加上死者残存的手部和脚部, 并没有因打斗而产生的摩擦伤痕。 由此可以判断, 死者一直到被袭击, 都没有对凶手产生过戒备, 甚至连挣扎都没有。 这说明, 凶手是突然袭击, 然后趁死者不注意, 用俯锤之类的工具打向死者头部, 直接让死者失去了反抗能力。 后来为了达到死者死亡的目的, 又连续多次击打死者头部, 直到确认死者死亡。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 那么高速桥下的桥洞作为案发的第一现场, 应该会有大量的鲜血喷溅痕迹, 可四周却干干净净。 除了死者燃烧后留下的黑痕, 警方并没有找到任何的血迹。 这就说明, 高速桥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之后经过勘测, 警方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这让他们更加确定, 这里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尸体是被棉被包裹好之后, 然后用铁丝捆绑着带到桥下的。 有大量人为处理的痕迹。 被抛尸焚尸的地方靠近乌拉山, 几十公里的范围内都找不到一户人家。 那么, 也排除了乌拉山附近村民杀人抛尸的可能。 可是如果不是乌拉山附近的人抛尸, 这具尸体又是怎么来的呢? 乌拉特前期公安局火速组织了专案组, 对案件进行进一步的侦查, 局长王平为组长。 物证虽然有限, 但警方终于是查到了嫌疑车辆。 因为警方所看到的焚尸现场 并非是第一案发现场, 现场也没有留下多余关于凶手的线索。 所以从一开始, 这个案子就导致王平等人的调查工作 陷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 不过即便是如此, 警方也没有放弃查找尸员。 虽然没有找到关于凶手的线索 和死者的身份证明, 但现场的一些物证 还是给警方带来了一丝希望。 尸体的身上有两把钥匙, 一个印着顾利, 一个印着保德安。 还有几枚印有英文字母的纽扣 和一个套在死者头部的黑色塑料袋, 以及两串明显不属于高速的草坪砖。 警方一边通过这些物证 查询死者生前的生活状况, 一边调出高速进出口的监控 来锁定相关的可疑车辆。 通过调查和分析, 警方的调查重点 主要在这段高速东边的城市。 再加上有比较准确的死亡时间, 警方将搜索范围进一步缩小。 最后确定, 调查的城市只有三个, 包头,呼和浩特, 厄尔多斯。 虽然只有三座城市, 可警方调查的难度 却丝毫没有减少。 因为这三座城市 都是那种属于人口 上百万的大中性城市。 要在这百万人口中 找到死者的下落 可是非常不容易的。 不过, 根据那两块草坪砖, 警方推测, 凶手最开始 肯定是抱着沉湿的打算。 后来是因为某些原因 不得已之下 才决定焚烧尸体的。 案件分析到这里, 警方的调查 也有了基本方向。 他们分称两组人马, 一组人去查湿源, 另一组人 根据嫌疑人为什么不沉湿 而焚尸者已疑问, 去查高速监控。 很快, 警方就有了收获。 第一组人 因为已有的物证太少, 只能确认死者 生前的生活条件还不错, 而且生活品质比较高。 除此之外, 并没有找到 跟湿源有关的其他信息。 可第二组人 却有了新的发现。 就像前面说的, 沉湿要有何? 从呼和浩特 和厄尔多斯 出发的高速路上 都有一段 甚至一整条的河, 唯独包头是没有河的。 也可以说, 从包头出发上高速, 要走很长一段时间 才能遇见 适合沉湿的河。 凶手因沉湿不沉 而焚尸的行为, 让警方确认, 案发沉湿 一定是在包头。 凶手之所以沉湿失败, 肯定是因为他们来不及到达 尘湿的目的地, 因此才决定焚尸。 因此, 包头作为重点调查城市之一, 很快就成了警方的调查目标。 警方很快就锁定在了 包头高速的入口处。 从包头入口处, 出发到案发现场附近的乌拉山出口, 全程100公里左右。 正常车辆经过这段路程, 需要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在乌拉山高速出口, 警方找到了疑似抛尸的 嫌疑车辆。 那是一辆用迷彩布 遮住车牌号的丰田车。 车上有两名男性, 车是同包头出发的, 然后历时一个小时40多分钟 从乌拉山口高速出来。 整段路程超出了 正常行驶时间40分钟。 这个发现让在场的警察都兴奋了起来, 他们连忙前往包头市高速入口处 调查这辆车的信息。 和出口不同, 高速入口登记了车辆的车牌信息。 之后, 警方又从其他的监控中 找到了这辆黑色丰田车的完整车牌号。 得到信息后的警方 立刻开始调查车牌号的所属车主, 却发现这个车牌号登记的车辆 却并非是丰田车, 而是一辆越野车。 嫌疑车辆竟然是个套牌车, 用的是假车牌号。 其实到这里, 线索基本上是断了。 可警方却硬是凭着监控, 看清了车内的装饰, 和嫌疑人伸手递钱时 明晃晃的手表, 便决定以此为线索 摸牌所有的黑色丰田车。 可是自从案发到现在, 已经过去二十多天了, 之后再也没有看到过 这辆黑色丰田轿车。 警方大胆地推测, 这辆车会不会是已经进了城, 所以他们才找不到车的踪迹了呢? 虽然希望渺茫, 但警方最终还是决定, 以包头全市为调查范围, 全力搜查这辆车的下落。 就这样, 凭着车内的摆件和装饰, 警方便衣行走在街上, 开始满城官场黑色丰田轿车。 另一边, 侦察员也根据监控查看 这辆车是否再次上高速。 经过数天的寻找, 最后还真让他们找到了这辆车。 不过此时这辆车的车牌号 不是高速监控下的车牌号。 当时车内还是那两名嫌疑人, 司机伸手递钱时, 手腕上还是那款明晃晃的手表。 看到再次出现的嫌疑车辆, 警方当即判定, 嫌疑人为了成功抛尸, 利用假车牌号进行伪装。 解决完了尸体后, 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安全了, 于是便露出了真实的车牌号。 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会不会是这个车牌 也是嫌疑人为了迷惑警方, 而放上去的假车牌呢? 不过还好, 经过警方调查, 挂着这个车牌号的车辆 正是一辆黑色丰田轿车。 车主虽然是女性, 但一直用车的却是她的丈夫, 利斌。 根据车牌号的线索, 警方找到了利斌, 并在利斌的洗浴中心附近 看到了那辆疑似车辆。 车上的装饰和监控中的 嫌疑车辆一模一样, 俨然就是同一辆车。 难道利斌就是焚尸案的凶手之一吗? 警方在后续调查中发现, 车虽然是利斌经常开, 但是案发那天晚上, 车上的两个人却并不是利斌。 后来利斌自己也承认, 这辆车被自己在案发前一天 借给了一个辽宁老乡, 藏铁强。 第二天下午的时候, 藏铁强便把车子给自己送回来了。 当时利斌还挺高兴, 觉得自己这个老乡够意思, 还车之前, 还把车子里里外外都给写了一遍, 整辆车都是干干净净, 探不到一点脏的地方。 后来利斌还帮警察指认了 当时车上的两个人, 集中的司机就是藏铁强。 得知了嫌疑人的真实名字, 警方开始重点调查藏铁强的过去, 发现这个人并不简单。 十几年前, 藏铁强从辽宁来内蒙古做生意, 后来因为生意失败便一直混迹于赌场, 夜总会等鱼龙混杂的场所, 以帮人打架跟放高利贷为生。 因为赚的钱本就不干净, 所以没过多久, 藏铁强便因此惹上了人令官司。 2011年9月, 在阿拉善盟阿佐奇的时候, 藏铁强与同伙犯下了一起伤害致死的案件, 或许是因为他长时间打架斗殴, 养成了一身的戾气。 犯下命案后, 他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自首, 而是选择了投意。 阿拉善盟的警方曾多次发布通缉令, 抓捕藏铁强及其同伙, 但一直都是指纹其名, 未见其人。 作为最近和藏铁强有过联系的人, 立冰成为了警方突破的关键。 而这个立冰也是个爽快人, 他说自己一直都和藏铁强有联系, 只不过藏铁强的手机号一直在换, 自己没办法主动联系到他。 就像立冰所说的那样, 警方试图拨通藏铁强最近使用的手机号, 却发现手机号已经停机, 不再使用了。 其实, 此时警方已经基本确定, 藏铁强跟这场焚尸案有着密切的关联, 但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还是要找到藏铁强才能确认。 于是, 警方多次跟立冰沟通, 最后终于从立冰那边得知了 藏铁强最近居住的一个出租屋。 经过观察, 警方在屋内的卫生间里发现了死者遗留的血迹。 不过更让警方吃惊的是, 死者身上的两把钥匙竟然能同时打开楼内大门和出租屋的房门。 这一发现让警方陷入了沉思。 藏铁强将钥匙放在死者身上是故意为之, 还是说他跟死者之间有着某种密切的关系呢? 后来, 警方从房东那里拿来了出租屋2011年10月份的租连合同, 发现当时租下这间房的并不是藏铁强, 而是另一个名叫李小沙的女人。 而这个李小沙也并不是李小沙本人。 她真名叫孙玲, 之所以租这间房子是因为自己的男朋友王冻冻。 王冻冻也是藏铁强的兄弟, 也是阿拉善盲命案的再逃人员。 他们和另外一个叫江柏的人因为有命案在身, 所以不敢用自己的身份证。 于是便给了孙玲一个假的身份证, 让他出面租下了这间房。 最后警方调查了江柏的信息, 发现此人就是当时坐在黑色丰田车副驾驶座上的男人。 在2011年犯下命案后, 几个人逃到了包头市过着见不得光的日子。 孙玲因为家里有孩子, 所以不愿意跟男朋友王冻冻继续逃亡。 再加上他本人也跟那场命案无关。 于是在跟王冻冻的某次争吵中, 他愤然拿起身份证离开了包头。 可孙玲想不到, 就在他离开不久, 王冻冻就出事了。 作为当时阿拉善盲命案的参与人员, 藏铁强犯下的事并不严重。 再加上他家里也有一位行动不便的父亲和年幼的女儿。 于是, 藏铁强便想着投案自首。 可作为打人者之一的王冻冻却不乐意了。 因为几人中他犯的罪是最严重的, 一旦自首, 自己肯定也是被判得最重的那个。 于是他便阻止藏铁强等人自首。 可是想一想, 谁愿意一直过这种老鼠一般卑微狼狈的生活呢? 就此, 藏铁强和王冻冻这对难兄难弟, 算是因为自首这件事有了隔阂, 一直到命案的发生。 2012年8月25日晚, 这一天两人在可厅喝酒, 喝到尽兴的时候, 藏铁强又说起了自首这件事。 而王冻冻则是当场反对, 说如果他想自首, 就得拿钱给王冻冻。 可是逃亡了这么长的时间, 藏铁强的身上哪还有钱呀? 于是他就说不投案了, 他走, 他要离开王冻冻他们。 藏铁强想得很简单, 自己反正犯的事也不重要, 就算被警察抓到, 叹得也不会很严重。 可是这一句话, 不知怎么地却惹恼了王冻冻。 他拿着一把刀指的藏铁强说, 哼, 你要是现在不给我钱, 我就把你老婆孩子都弄死, 你爸爸也跑不了。 王冻冻一亮出刀, 客厅的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 藏铁强也从角落拿出了一把锤子, 跟他争执了起来。 或许是喝多了酒, 王冻冻竟然没有争执过藏铁强, 在两个人的较量中, 王冻冻的脑袋被酒气上头的藏铁强打伤, 一记重锤直接打在王冻冻的头上, 当时就把他的意识给打蒙了。 扶着桌子, 王冻冻慢慢躺了下来, 失去了行动能力。 喝酒的人本身脑子就不清醒, 这一件血, 之前被王冻冻威胁的委屈一下子涌上心头。 藏铁强之后又拿着锤子上去补了几下, 直到一阵冷风从窗户吹进来, 这才猛然清醒。 此时的王冻冻已经死了, 他浑身是血, 脸部因为连续遭受重击, 已经看不打清了。 不过可以确认的是, 原本小岸在身的藏铁强, 如今算是惹上了人令官司。 清醒过来的藏铁强坐在地上, 看着已经死透了的王冻冻, 此时他异常冷静。 等酒醒后, 他连忙打电话给力宾向对方借车, 然后跟江板商量着, 买了棉被和铁丝, 把死掉的王冻冻给包裹好。 这一折腾, 就折腾到了凌晨三点多。 藏铁强一边跟江白把尸体搬上车, 一边说, 咱们一会儿把车开上高速, 就到黄河那儿把他扔下去。 只要沉到黄河里, 就没人知道我们杀人了。 我家的情况, 你也知道, 我不能犯人命啊, 我要犯的命啊, 我这辈子就烦了, 活不交业完了, 藏铁强这么说着, 竟然还哭了起来。 为了让尸体沉得更快, 不至于被人发现, 他们还穿了两串草瓶砖, 想等着一会儿到黄河榜在尸体上一起扔下去。 可是到了京藏高速793公里的时候, 藏铁强一看着时间, 发现已经快五点了。 按照他们这车锁, 等到了黄河, 天都亮了。 到时候再刨尸, 肯定会被人发现。 于是, 为了尽早解决王洞洞的尸体, 藏铁强就说, 咱们就在这儿把他给放下来吧。 江柏几乎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想法, 于是配合藏铁强把王洞洞的尸体搬下来, 又将车上抽出的汽油淋在王洞洞的尸体上。 点燃之后, 二人便驱车离开了焚尸现场。 在下了乌拉山狗塑后, 藏铁强便把假牌照换了下来, 然后将整辆车从内到外大写了一遍。 处理好所有东西后, 他们回到出租屋, 想提前退房并要回之前的押金, 但是却遭到了房东的拒绝。 二人一气之下, 拎来了蓝油漆, 在屋子里泼洒的到处都是。 之后, 藏铁强便和江柏一起躲在岳父母家的隔壁, 直到被警察抓获。 被抓之后, 藏铁强很快就说出了自己杀害王洞洞的事情经过。 而警方此时也知晓了藏铁强之所以能藏得这么严实, 正是因为他在逃亡中有家中妻子和妻弟的帮助。 逃亡过程中, 藏铁强因为一直没有工作, 所以只能靠妻子和妻弟资助。 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包庇, 让藏铁强错失了最佳的投案机会, 让他在后来再犯下命案, 酿成了更大的错误。 而作为包庇者, 藏铁强的妻子和妻弟都被警方刑事抓捕。 王洞洞的女友孙玲也因此被捕。 他们的被抓导致藏铁强的幼女无人看顾, 父母也无人照顾, 只能交给藏铁强的岳父母。 心心念念家人的藏铁强, 最后却因为杀人, 害得自己和亲人入狱, 让三位老人过着更加艰难的生活。 而王洞洞则因为害怕法律追责而威胁他人, 最终导致了自己的渗亡。 法律的存在并不是单纯地为了惩治坏人, 更是为了给犯罪的人一个赎罪来过此心的机会。 事实证明, 那些不抓住机会而心存侥幸逃离在外的人, 往往会以更惨痛的代价去迎接法律的审判。 第二个案件, 荒帝心焚血。 2016年6月23日下午2点左右, 以水县副关装向某村的老旁骑着三轮车, 带着老伴到村北头靠近青兰高速公路的口粮田里打灭草剂, 准备种点玉米。 那块烤粮田原先种了几十棵杨树。 自打去年秋天罚掉杨树后, 老旁就一直没到地里看过。 荒地里长满了杂草。 在地的南头, 老旁发现了一个大约半米高的坟状土堆。 土堆上边长满了杂草, 但并不是很高, 说明堆的时间应该不是很长。 土堆旁也没有举行埋葬仪式时的痕迹。 在农村, 坟不可能随便堆到别人家的地里。 自己地里莫名其妙地出了一座坟, 这让老旁感到很纳闷。 回到家后, 他给本村和邻村的熟人打电话询问最近村子里有没有去世的人, 以及谁在他家地里堆了坟。 可问了一圈, 大家都不知道。 两天过去了, 也就是在6月26日, 越想越觉得奇怪的老旁又来到土堆旁仔细地观察。 他发现土堆一脚被狗刨开了一个小洞, 洞里边用被单包裹的东西已经被狗撕扯开了。 老旁没敢再仔细地看, 但是隐约觉得这个土堆必有蹊跷, 便给派出所打去了电话。 以水县公安局服装派出所和刑警大队的民警接警后快速赶赴现场。 经过挖掘发现, 土堆里埋着的是一具装在黑色双肩背包里的女尸。 女尸外边包着一床丝棉被, 已经高度腐败了。 女尸的左脚已经被动物啃噬掉, 脖子上捆有绳索, 左近处有一道三四厘米长的窗头。 种种迹象表明, 死者生前很有可能是被害的。 那么死者到底是谁呢? 又是何时从何处被抛尸在此地呢? 准确查明失源是侦破案件的关键, 也是现在的当务之急。 以水县公安局成立了626庄案组, 全力侦破此案。 民警发现, 老旁的口粮田就在东西向的青湾高速边上, 六七米远处就是高速公路的隔离网, 抛尸者应该驾车从高速公路的东面而来, 在北侧车道停车, 穿过破损的隔离网后抛尸的。 一位经常在高速公路旁放羊的老汉告诉民警, 五一期间他就发现了这座坟头。 当时坟里边发出了阵阵的恶臭, 他还以为是谁家埋的牲畜, 便没有多加留意。 结合各种线索, 办案民警推断尸体被抛弃的时间, 大概在四月中旬。 围绕这个时间段, 以水县公安局派出多个小组, 对埋师现场以及周边展开调查走访, 查找知青群众和有价值的线索, 同时携带协查通报, 到诸城以及青岛各市区, 查找符合条件的失踪人员。 到青兰高速公路以水至青岛相关收费站, 对重点时间段内上下高速的车辆进行查询。 力争发现可疑车辆, 车辆排查组通过大量视频监控分析, 在青岛高速青岛焦州湾, 珠城以及以水洋装收费站, 发现一辆挂鲁艺牌照的面包车, 于四月六日晚以及次日凌晨多次上下高速, 十分可疑。 由于尸体高度腐败, DNA降节, 检验难度非常大, 成功率很低, 需要反复多次检验。 以水县公安局技术、 法医克服困难, 经历多次失败。 于六月三十日成功检测出死者的DNA, 并通过有关数据库细心进行比对, 最后在数据库中成功抵对出了死者为青岛平渡市的杨璐璐。 七月一日, 专案民警赶赴青岛开展工作, 经过死者的母亲和表姐辨认, 再次确认了死者的身份。 死者母亲说, 杨璐璐生于1989年, 九岁便没了父亲, 十八岁就出去打工。 她很少过问, 女儿也只是偶尔给她打电话。 听说, 女儿生前在青岛劳山区的一家食品店打工。 除此之外, 养母没有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办案民警找来杨璐璐的丈夫刘某某。 得知, 杨璐璐和丈夫在劳山区中寒镇、中寒村租房居住。 但是刘某某最近一直住在打工的工地上, 夫妻是分居两处。 刘某某向民警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4月16日上午10点左右, 她给妻子多次打电话无人接听, 发短信也不回。 有一次手机接通后, 仅仅几秒钟就关机了。 她当时放心不下, 找到妻子租住的地方, 却发现门已上锁。 她通过窗户, 看见妻子的物品都还在。 她又找到妻子工作的食品店, 可店员却告诉她, 杨璐璐4月15日还正常上班, 从那以后便再也没有见过人了。 刘某某担心妻子遭遇不测, 于4月17日到派出所报了案。 在派出所做完笔录后, 刘某某再次来到出租房一探究竟。 但她却惊讶地发现, 妻子所住的房间已经空空如也了。 房东告诉民警, 4月17日, 她曾收到杨璐璐的退房短信, 而又过了四五天, 住在另一间房的一对男女 也不见了踪影。 房东介绍说, 那对男女本来已经预交了三个月的房租, 结果他们只住了一个多月, 就提前退房了。 庄案组民警果断认定, 与死者共同租房的那对男女 有重大作案嫌疑。 但是房东连二人的姓名都不知道, 也提供不出其他有价值的线索。 在查明二人身份的过程中, 办案民警又遇到了困难。 但他们并没有气馁, 利用收集到的点滴信息, 经过艰苦的工作, 终于在7月8日查明了这对男女的身份, 并将二人锁定在烟台市。 当晚, 庄案组马不停蹄赶往烟台进行抓捕。 在烟台警方的配合下, 经过紧张的走访摸牌, 庄案组民警获悉, 该二人经常在烟台市支服区某水产市场附近出没。 此处流动人口多, 人口密集, 情况十分复杂。 庄案组集中20名警力, 放弃休息, 对嫌疑人可能出现的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 7月9日晚上8点半左右, 一对男女进入了蹲守民警的视线。 民警经过跟进辨认, 确认了就是犯罪嫌疑人, 便迅速合围将二人抓获。 经过突击审讯, 二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杨露露生前或许万万没想到, 那位住在对面房间, 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合租大哥, 竟因手头紧张, 却要了自己的性命。 杀害杨露露的犯罪嫌疑人陈某某, 是平易现任。 1979年出生的他, 曾两次犯事。 2000年8月, 他因抢劫被判刑11年。 2008年6月, 减刑释放后的第二年, 又因为强奸被判了6年。 杀害杨露露时, 他才刚刚出狱一年半。 在青岛打工期间, 陈某某认识了来自贵州的李某某, 并很快同聚。 李某某今年34岁, 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因不堪丈夫的打骂, 离家出走, 来到青岛打工。 跟陈某某同居的时间不长, 李某某发现自己怀孕了。 但两人都没有工作, 连交房租都很困难。 陈某某很想要这个孩子, 但李某某表示, 没有钱, 这个孩子不能要。 此时, 陈某某便把邪恶的目光盯向了一起合租, 而且衣着时尚的年轻女子杨露露。 4月16日上午, 陈某某发现女友不在房间, 住在另一个房间的一对情侣已经去上班了, 她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10点左右, 陈某某发现起床洗漱的杨露露开了门, 就带着事先准备好的尖刀和绳子, 窜到杨露露的房间。 但是由于杨露露拼命挣扎, 陈某某的捆绑并没有成功, 两人就在房间里展开了周旋。 在此期间, 杨露露的丈夫打来电话。 趁着陈某某不注意, 杨露露接通手机大喊救命。 手机被陈某某夺下之后, 杨露露又跑到客厅试图逃跑, 却被陈某某又拖回到她的房间, 并且将杨露露的门锁上。 念对大喊大叫的杨露露, 陈某某用尖刀刺向了她的脖颈。 期间, 杨露露的丈夫来到出租屋寻找妻子, 但她绝没有想到 她已经惨死在对面的房间里了。 杀死杨露露后, 陈某某又拿来她的被子, 把她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 随后, 又把杨露露房间里的衣服、 电脑等物品全部搬到自己的房间, 制造出她已经搬走的假象。 面对撞减杀人现场的女友, 陈某某警告她不要多问。 当天晚上, 陈某某借口搬家, 借了朋友的面包车。 除了留下死者的两部手机、 一块手表、 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枚金戒指, 将杨露露的尸体 以及其他的物品全部搬到车上, 准备抛尸淋漪。 一路之上, 他们把死者的物品 全部扔到高速公路外边。 由于天黑, 陈某某迷了路, 在诸城出口提前下了高速。 在一个村里, 她找到一把铁鲜, 又从诸城上了高速。 到了仪水洋装服务局附近, 陈某某发现高速路旁的隔离网 有一处缺口, 就停下车, 和女友把尸体抬到公路旁的地里 就地掩埋。 在那之后, 陈某某连夜赶回了青岛。 第二天, 陈某某用死者的手机 给房东发去一条短信, 说自己搬家了, 不住在这儿了, 制造了杨露露还活着的假象。 又过了几天, 陈某某跟女友提前退房, 溜之大吉。 作恶多端的陈某某心狠手辣, 反侦查能力较强。 在她眼里, 只有天衣无缝, 却没有天网灰灰。 陈某某终将受到 法律的严惩。